欢迎收到今晚在动漫无双,主持人是有马尔的 继续,今次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合作 就跟赛马TAT合作,就跟何马仔合作 基本上我是那边的监制,以及这里的主持 不要紧,我们来回答些,我控咪加回答些 但是今晚两个人,那我们两个人 究竟为何赛马TAT和动漫无双会混在一起? 我们开玩笑是不是? 我们也想的,当然,当然不是说赛马这么简单 说一下近期都很热烈,很热烈的手机赛马游戏 即是近期那两个,如果说这就 因为近期有一个本地代理,做一款赛马游戏 叫做DLC Derby Owners Club,当然是原厂做世家 当然是街机,也有街机,也有online game 从1999年开始 另外也会说另外一款马尚无的威 其实马尚无的威 其实马尚无的威 说回也是日本的 game 另外一款,这款就一间才说 因为不是发现不发现 其实街上都一直见到有人打 但近期大家都看到地铁有广告买 对,很简单 通常你省钱本地化,省钱丢出去 那些人都会玩,最怕你不知道 不,因为现在很多手游 我们叫手游 其实他们就很喜欢有东西出 或者一些之前萌系的魔法打斗 类似那些,很少玩 他们都会在地铁买一些价位 每个站都会买一些广告 Dervis Owners Club 以赛马游戏来说 真的算是今次都很大规模地卖广告 虽然以前的马尚无的威 如果没有记错 有没有卖广告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记得看一看 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玩得到这款游戏 看网上宣传那些之类 你明白,网上用户和现实用户不同 网上用户都不一样 网上用户都不一样 但现实的人不上网的人不知道 尤其赛马那些人不一定是上网的 不一定去那些讨论区 我自己在赛马讨论区 打断了很多年 5至10年都有 起初大家都知道 我在讨论区写稿 这些讨论区应该经常有人说 马尚无的威 中文版来说 应该是马尚无的威 应该是马尚无的威先 如果没有记错 有记错就请指证 我记得当时 有人说马尚无的威 好玩 有什么好玩 好玩 我记得说马尚无的威 当然说一说 近期就多人说了DOC 当然DOC出现 其实不是现在 我说Android Android和Five 如果没有记错 2012已经有了 不过那时候是日文 玩的人多 但我之前已经见到香港人 在地铁玩 我常常常常好奇 因为DG不是街机 你始终是日文版 一来本身 可能不懂日文 二来可能是他们 下载的问题 因为可能要到日本店 才能找到 普通香港市民 不懂的 就未必可以下载的 就会再交流 或者沟通 对了 其实赛马Game 说真的 香港人玩赛马Game 就热烈程度 我记得最Hit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去的机店 我记得以前是八老汇的位置 以前老麦 下面是西洋蔡佳南 大家很喜欢去买的地方 下面以前是有机店 我记得是金星 那时候 Hit的时候 第一代 就是有一只马 真的坐在那里 让你做骑士 骑上那一只 在那里玩比赛 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很流行的 我记得是零几年 我记得那时候 我记得是中六七 那时候真的有个阿叔 我记得是穿着 电子麒麟的衣服 是真的去玩的 我记得这件事 我记得 是延闻其长 是一个阿伯林 在那里入马场 现在就没有见过阿叔 但是 现在来说 当然 有些街机 例如坐在那里 类似现在马会 好像有个头珠机 给你在前面 你自己这样玩 W Souls Club 其实之前都好像 有些卡Game 出过 然后就 Online 曾经几年前 Online Game 是盛行一点 现在有手机 就更加人用手机 是的 Online Game 是在电脑前玩的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做事 也有对部电脑的时候 手机电话 玩得比较方便 是的 因为以前来说 大家都知道 虽然有Wi-Fi 但Wi-Fi 也不是去到承行的 那么紧要 但是现在 所以当时 Online Game 是盛行很多 但是现在 当然 现在来说 有个电话 你在哪里玩都可以 虽然说 有Wi-Fi便宜些 不用钱 但是 有时候 有些上网 计划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的游戏 都会遇到 你们不会用太多数据 之类 是的 基本上我们主要是 手机上的赛马游戏 即是本地化的赛马游戏 但如果是其他 肯定会改改改 即是平台那些 但是不一定的主力 是的 因为以前 如果我没有记错 因为我当时 都不是很久 发电话 但是我发现 当时我曾经 试图一些赛马游戏 当时没有这两个 中文版出现的时候 其实赛马游戏 很多时候都很逗例 强博版 我知道 有些初代版 是的 有些初代版 但是玩上来 你总是觉得 好像一般 有些怪怪的 有些跑上去 马游戏都不像一只马 有时候 跑过跑之后 好像怪怪的 效果是不吸引 而且很多时候 玩一下 可能要你付费 基本上 你不会玩 因为他们炒了短线 Copy & Play 之后 可能copy 七成到五成 那马游戏 模糊 天空的色 好像奇奇麗麗 最主要是赚钱 什么都要付钱 赚钱是无非的 很多时间的手游 虽然都会要你课金 尽量 但是有些东西 你可以玩到不课金 而你不是很迷 有时大多数 以香港人的性格 我觉得课金的程度 就少一些 有时不一定是香港 其他地方也是 你要明白 手机游戏 都算是几年 发生了几年 的时间 由初代人 不停课金 到现在 很聪明的课金 是两种程度 尤其是玩家 玩了这么久 免费的人都知道 哪些地方一定课金 你先付钱 一吹 你会想办法 你自己不用付钱 玩下去 或者自己不玩遊戲 玩遊戲 即是你如何留着 这些不想付钱 或者只想付很少 又想取得很多 技术的人 是手机游戏 他们想的问题 以及 玩家如何考虑 那种游戏是好玩 这是一个经济学理问题 好玩 但不得了你付钱 好玩 到你要付多少钱 是一个心理关系 如果你说这样算 不如我用Love Life的游戏 来比较一下 可能蔡马TAT的朋友 未必知道 Love Life是一个 狗鬼女生 中学女生 音乐游戏 就是高中生 偶像组合 就是一个跳舞的 玩家 手机上 是打接拍的 9个位置 但问题 你可以找一些 抽一些 普通的R 或SR卡 去强化 打到分数 即是类似这样 对 即使你打到手指 手指低了 有时候 这些手机游戏 都是要你 可能要多些银 去按一些 才高分 例如有些特别的卡 当然 香港就有很多 有时候 有些Live Life的Fans 据问 日本好像有人 玩到 全副身家 订下去 可惨 这些人很厉害 但是香港 这些情况 少一点 是有人 玩手机游戏 玩得很迷 但是你说 货金货金这么厉害 以香港来说 和日本比较 就真的少了 你和台湾比较少 可能有个游戏 台湾和香港都要买 但问题是 你和台湾货金的收益 是比香港好 你会看到 很明显 因为不同 始终也要说 台湾的人口密度 不是人口密度 人口可能会比较高 而且玩手机游戏 人口也比较高 但是你说 再说 赛马Game 赛马Game 在香港算是 现在来说 我觉得这两款 是开始给香港人 一个初起步的体验 始终这两款 都是在日本 过来而直的Game 雖然以中文版 我会说 有些不同 但是吸引性 各有各 但是 可以给香港人 一种吸引 而且本地代理 他会把里面的东西改革 你看到可能 日本会跑有马杯 香港会跑三条马场 你要说一说 马场和马 本地化 今天不是 一会儿可以说一说 为什么 因为有少少要说 就是要说一些 info 不过先说 不如先说Doc 最近有香港 一本化了 现在可能会看到 广告 或者有些人会 下来玩 对了 让大家感觉 在Doc 大家感觉 很复杂 很多东西要摆 草地 怕跳 我想有时候 真的不看开赛马 那些 就不太明白 所以我要练习 快就快 练习跳 为什么要草地 有泳池 其实有少不同 草地、木舌、沙地 这些全是日本赛马的基本设备 就是泳池 香港 我没明白为什么泳池 因为泳池是马匹会游泳的 马匹游泳通常是减重 减肥 而且一些脚患马 通常会以泳池来解决 有时候马匹游泳不能太重 因为马匹游泳有千多磅 有时靠游泳的张力 希望马匹游泳带动一个运动 而全身的运动 而不用他们去触动 有时候人们跑完步受伤 所以就去泳池游泳 有些可能有些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 我认为跑马匹游泳的人会明白 但是玩手机 为什么会有泳池 那些你可以看看 其实草地、沙地、木舌 其实都是差不多 你说邪波那些 香港就比较少 以香港的赛马程度 所以如果香港所乘的马匹游泳 如果没有玩过日本的游泳 或者没有接触日本赛马那边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难名 但是如果有接触过日本赛马 或者是玩过日本赛马 所以难名的情况 这个情况 多谢介绍一下 当然小食亭那些 起碗什么神社 但我那些不会给你钱 除非他说有实际效益 否则哪装饰品 例如草、木 其实没什么所谓 其实有些不同 因为日本的粗练情况 和香港的粗练情况有点不同 香港粗练情况大多数 或者是逃跑马地的市集 但是我看到 DOC好像少了一个市集的粗练模式 只有草地、沙地 但是有时候又不同 因为有时候日本的粗练功能不同 可能明年的效果又有点不同 这个是关乎游戏和其他玩家交流 即是市集一定是和其他玩家交流 可能会交流 这些游戏会比较缺乏 这些游戏可能可以再说 当然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玩单人战也很厉害 每次单人战 他就由新马赛开始 Open 跑平场战 Open 然后上Group 3 Group 3的升级赛 Group 2的升级赛 其实他简化了日本的跑法的级数 我想香港赛马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因为日本的跑法 起初是新马 例如两岁新马 三岁新马 然后有些如果贏不了 就去了未胜利 即是三岁未胜利 或者四岁未胜利 也好 即是及后未胜利 如果他赢了之后 赢金五百万以下 赢金五百万以下 然后赢了就升级到一千万以下 再升级到一千万以下 再升级到一千万以下 才再Open 但是当然 以香港的想法有不同 因为香港是分一至五班 以及分一再及后的Open 以及公开赛的Group 3 Group 2 Group 1 再分Group 1 本地Group 1 還是國際Group 1 我这些不再详细了 你说以那个DLC 有点类近日本 但他又不是掃足日本的班数 也没有规限 如果你比我这个不熟赛马 就这样玩 咦?他也挺简单 想知道我刚落地 跑新马 跑完交流赛 升上去 最终是G1 Group 1 Group 3 Group 2 玩升上去 其实很容易 你流程減载更容易 是的 其实就知道 马匹我也要先说一下 我想赛马朋友一定知道 不是跑完Group 3 就一定要去Group 2 Group 2 才去Group 1 其实你可以跳 你Group 1 跳回来Group 3 也行 以日本来说没问题 只是看看你 不是 即是G1 你这样跑就 不是 是联马斯部署 因为有时 如果以实际情况 即是以实际排马来说 有时是要靠这些场次来热身 即是有时来热身 来热那场 真是重要的那场赛事 这些是日本那边部署 当然香港也有点不同 那些赛制有点不同 但是你说 以DOC来说 当然是一级一级上 通常都是 当然 你说 他会有什么 每一次 不过有点不同 我发觉他的玩法 DOC 他是操练完 就立刻要喂食 这个正常 喂完食 你一定要出赛 那这个东西 如果以一个 我们喜欢 如果你看一下 你喜欢玩什么 如果你喜欢玩 以骑士角度去玩 一只游戏 一会会再说 但如果你以练马斯的角度 去想玩 或者以马猪的角度去玩 这个可能有点少少 我觉得 不太好玩 淡湖的威也是一架训练 训练就出赛 你当然可以训练不出赛 下个月 当然 你可以不 Hoff gatherings 是啊 因为我们喜欢做带马斯的角度 如果我们是喜欢做足处的角度 如果我们喜欢做带马斯的角度 你可以喜欢练部 Premiere 比如我喜欢做带马斯的角度 即是做带马斯儿 每一切都会直接练到自己 训练,练到经验到那回合 而去跑 foot 去跑 Eine welche porque 因为有一些个月份 我为了我不好 歌手 而我 really hope 曾经 meter 不注意 所以我会跳Trip 越远 所以有时 例如1至5月左右的期間,其實大部分主力的大賽馬 其實他們會在那裡揭曉,然後6月至12月才會跟他們捏 但現在的情況是餵完吃就要出賽,餵完吃就要出賽 相對來說就好像沒有了這種部署的方法 如果喜歡玩部署的方法,就未必會這麼喜歡這個模式 因為DLC其實很簡單,沒有一個時間的機制可以看到 你剛才說的馬材文娜威比較,他可能有月份 一個月玩完之後,下一個月,lix,lix 你可以訓練完之後不出賽,下一個月也可以,lix,lix 但DLC沒有這個設定,他沒有月份,沒有統計 每隻馬七身到他引腿,中間大概是跑30多場的次數 跑完這次就會變成老馬,要引腿,要配中 結果問題就是,有個好處或不好處 可能你肯定要跑30次,這三個駱駛想怎樣配點 怎樣配點,可以配到全速的馬,還是耐力的馬 看你怎樣玩 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我有三隻馬 我怎樣玩呢?三隻馬,頭兩馬是跑灰 我練習怎樣玩居前,怎樣玩留後 試完配點,練習了不要緊 因為第三隻馬完全沒有過 練完兩隻馬之後試完再練一隻馬 第三隻馬還是右馬 可以這樣玩 看你自己喜歡怎樣玩 以你的角度就是玩騎士的角度 當然,你說居前、居中 但是DOC的吸引性 真的以一個騎士的角度去玩是吸引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操練方法和跑法 只是差了一個方向 如果不是,其實他也能做到大部分 我忘了一隻街機叫什麼名字 那隻馬的遊戲 我想不起來了 我之前經常去玩 九幾年的時候 有一隻Gallop Racer 講起了 Gallop Racer 雖然大家都覺得很早舊 他玩街機 現在真的有時候 我在荃灣看到有隻是第二代 還有嗎? 是的,還有第二代 我記得只有兩元鋪 可以玩是怎樣 其實那隻馬 雖然那個馬的遊戲很舊 還是一些很舊式的 九幾年的街機樣子 但是他那種跑法 是有齊了他的Stamina 即是那些能力 他那些放頭擺後 他可以任你選頭追 然後打邊 什麼時候動手 那些你可以做得到 還有他有個表 是說你跑錯跑得對的 那當然啦 你說DOC 就有一件事好像不太夠 可以在內蘭衝還是外蘭衝 這件事他是欠缺了一些 不能選擇的 即是他影響你的馬派 可能一大廈怎麼走呢 要走內衛還是外衛 不可以讓你選擇 是的 因為其實跑馬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香港這麼激烈的賽事 其實在香港真的 很靠你走位去贏的賽事 很多時候只是電光火石之間 而你說DOC 就真的好像 你發力就發力 推騎就推騎 你什麼時候打邊就打邊 那你那個轉彎位 有時候真的可以好洩 但是當然 他有說教轉彎那些 這個也都彌補了少少這遊戲 不過如果 我會覺得如果大家 如果以一個騎士身為你玩 最好都以Galaxy Racer 那個視點去玩 是最棒的 因為Galaxy Racer 有整個 16隻馬 他的那個位置 有那個尿坎圖 也有你第一身騎士的視點去看 因為你可以看你前面是賺什麼馬 怎樣擺 以及有機會塞車 那些 對呀 你反而你的DOC 好像不是很覺有塞車 這回事 有的 但當他塞車時 有多少右下角 左下角會有個馬群突破 這個屬性會閃 即是靠你的馬群突破 屬性越高 就能突破到 沒有的就能被人走到後面 對呀 對呀 其實在香港 跑馬塞車是非常常見的事 甚至連日本也有 你見到Galaxy Racer 如果你有空看看 有些馬會 中間騎馬齊 有些在外圍 有些神奇的貴馬 在你50米 一百米 在後面衝出來 是騎馬 這好像日本的跑法 因為日本的騎士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有些人說過 日本的騎士 訓練手法有些不同 很多時候 都不是很介意蝕位 因為通常我們跑彎A 當然最短的是跑最長彎 你看到DOC 那些馬是跑外圍 那些馬才小心 對呀 這些跑外圍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日本的馬 不知道為什麼 轉彎一轉 十幾二十碟都有 大家當然 大家最記得 就看那場海海外賽事 那場可船門大賽 今年三隻日本馬 說怎麼跑 大家都有目共睹 怎麼輸 輸到眼都冤 當然 他們跑法 是會有不同的 所以 跟香港那些比較 你看香港那些比較 比較喜歡 取位 偷位 中斷踩 有這些 想法 你要玩的時候 有不同 所以你說 在DOC 玩居前 我覺得是難玩過後追 某程度上 DOC 留下這麼多隻 後追和居中 是比較 最難的 開頭難用 但你的數字是很厲害的 但是前居 你開頭 前居玩得很爽 第一 之後肯定會很糟 因為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放頭 如果以香港的訓練來計 其實放頭 是容易 放頭和居前 可能容易 居中 或者留後 因為跑法 需要 你的 Mindset 雖然你的 Mindset 是有不同的 你要流追 你要拿捏 那個點是很準的 放頭 有時候可以偷雞 就偷雞 因為前面整排馬 比如12隻馬跑 你12隻馬 突然前放頭那隻 沒有馬去搞你的 沒有馬去搞你的 你就自己慢慢戴得到 沒有 你可能跟後面距離 發覺 拋整個十幾個馬位 不用你那麼多 慢慢跑都行 你是後來發現 你計算一條數 前面十幾隻馬 剩下八百米 我有沒有法力呢 還是七百米才能發力呢 你想想一下 而且中間有塞車 會有馬 不是馬 所以說 跑馬就不是打機 你以打機的情況 看跑馬是很偶電 當然 DOC 他做到大部分的模組 馬匹的形狀 我覺得挺像 因為馬的形態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他做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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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馬尾 馬尾 尾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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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DOC的馬尾 尾巴尾 尾巴尾 一條條毛 你見到很細緻 可以數得數 各有各玩法 這些很大差異 我沒有太多留意 我反而留意他餵食那段 餵食之後 他的馬 又笑 如果你真的有進去學騎馬 或者他試過餵馬 因為小弟就試過 他看見馬是差不多這樣 尤其很有趣 你跑完之後 有時候會哼一下馬 或者碰一下馬 然後你嘔 很有趣 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些馬 他算是挺真實 是的 基本上馬是這樣的 除非那隻馬是很老 要不然馬有時候會供過來 有時候會很活配 其實馬當是小孩子 其實都是這樣的 當然 你說餵食的當然不是樣東西吃得 如果馬這樣 要吃得死得了 沒有 因為西瓜 沒有 他把食物打到數值 我覺得挺奇怪的 基本上是不關事的 你草料是對的 他有些是對的 我問問你 我不是明威和菇 這麼小粒這麼夠吃嗎 是蘑菇 基本上 我沒什麼聽聞 那些食物很奇怪的 那些食物很奇怪的 亂吃馬是搞長沙是會死的 馬是搞長沙真的死得 因為馬是搞長沙是一個很嚴重的疾病 所以你說裡面的食物就當是算 你當是能力加 你算是能力給他 就不是當認真 所以反過來 我覺得馬長沙的威的威食 其實是有少許真的 不過待會再說 但馬尼威就 待會再說 有個玩法 當然 Doc 大家都說 我們都說 後追好像容易玩過居前 其實說真的 你和一個實際騎法 又倒轉 又馬的角度 你想想 其實你覺得 玩騎士的崗位 難不難 你覺得是否享受 這個遊戲 不是 你看你的遊戲怎麼玩 尤其是遊戲 去到G 你前面 即是新馬賽 去到G3 你用一般模式去跑 即是打邊問題 但去到G2 或者G1 就最好用回它的進加模式 不熟悉的 可能找一兩隻馬做炮灰 例如在新馬賽 怎樣連下進加模式 操邊 尤其是去到G1 G2 你要學會怎樣 什麼時候放 什麼時候收 可能去到 居中 或者居後馬尼威 早期可能是幾千一 或一千二百米 但去到後期可能是二千 三千米 要懂得控制力度 很重要 因為其實 轉彎位很重要 為什麼呢 大家有發現 他跑G3 G2 G1 場地不同 大家有看 是在跑板神 跑東京賽事 還是在跑其他賽事 可能在地區賽 或者其他地方 所以每一條直路 都有不同長度 不同彎道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如果真的要玩 即是開頭 你那些馬賽比較奇怪 新馬賽的時候 會注重他的炮法 但後期發現 原來彎位屬性很重要 即是後面的大 G2 G1 那些彎位比較多 如果你買彎位 很強 跑長途 人力高一點 會有好處 其實也說得對 其實你也說了一個重點 為什麼轉彎這麼重要 壓力這麼強 你跑長途 你跑長途 就是轉多幾個彎 所以初期你配些 你不改 後面你會跑到武器 會不會 你不會玩 對 所以你要看怎樣擺 其實這隻馬在肉馬方面 其實他都做到幾全面 我覺得煩不煩呢 都算不煩 玩下去 如果再玩太多數值 例如七十幾 八十幾點九 你都難玩 或者是好方向 就真是 我不知道怎麼按 好方向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救完方向 其實為什麼呢 這隻馬做不到一個喘的效果 即是在內蘭村 即是在內蘭村 即是拉後 拉後 是向日拉後 向左拉後 還是想在外面不斷走 其實不同的 怎麼說呢 以香港的賽馬為例 有時很多時候 香港有些騎發 或者美國也有些騎發 就是中段也有 例如我跑千八米 budget 我突然間一千米 我突然間踩油 前面的斷速很慢 我要踩踩踩踩油 變成一個後追的位置 變成一個前領的位置 接著在前面的時候 我擺在前面的內蘭位 之後就離開 離開 離開 然後後面回氣之下再衝 這些け 會有的 在香港也不是不常見 就算外國的賽馬都有 但是你問這個遊戲 我試過玩這兩個遊戲 勉強可以 需要居足和居后才能做到 我是这样的,可能是我的马跑开场 开场投600米拍变,中间我休息一休息 看你的马的引力,可能是800米或倒数900米开始打变 就是这样抽的,这是其中的情况 当然要看你的马爆发力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东西反而弯位重要 我觉得爆发力同样重要 你的马没有爆发力,你很难跑 这个游戏没有爆发力,是很难玩的 要看他的女人,Doc的马是表能力 就是女能力的,尖山女能力可能有耐力 你要不要爆发力,就要看你的马的女能力如何配合 我发现这个更重要 你的马本身是不擅长跑快的 你选择怎么爆发力,爆发力也不会很快 反而点能力,可能是人力、斗心 会好些 当你讲到这个情况,女能力这些东西 当然一定要讲血统 反而我觉得这个Doc 转回来香港版是挺好的一件事 可能你们只是纯玩家 以我们说我们喜欢看香港马 因为他有混合了很多香港马名 是什么再创新高 我都会看到,以香港马来的一大堆 例如珍珠又利 他现在真的有这些马 真的在跑 他们那些附系武器 是放一些真正的附系武器 例如Barrick Spirit 那些附系 他全部都放进去 他不只是用日本马的问题 因为我们常说日本赛马游戏很大 比香港人一种很大的难认知 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香港的赛区 不是没有日本赛区 有的 但是就不多 一直以来赛马游戏的不多 例如现在的大赛区的指示 或者以前的大赛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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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进入的真的很少 以前勉强我记得 都是只有几只 例如香港那只心中有情 才进入到来 但是已经不多了 近期叫做进入多些 好精英 但是有几只日本马 现在才叫做进入香港 但是也不多 但是反而 如果在日本的游戏马游戏 就常常是日本自己的赛区 例如Sunday Science那些赛区 配复出来的 就是日本自己的赛区 所以当时 我们十几十年前 譬如玩电脑赛马游戏 很难去认识他们的血统 因为我们一来不熟 二来他们全部是日本的血系 很少是 隔多两三代才是以前的赛区 你再叫隔多两十年前的赛区 也很难认识 即是要认识到他太尔那一代 但你认识香港赛马来说 因为赛区赛马来说 因为赛区赛马的总大 要是欧美 要是澳洲总 要是澳洲那边来 所以出到来 少认识日本赛区赛马来说 即是他配點就沒有法力 因為他有些說是粗練馬 我現在很神奇是說這件事 平時我們馬場無力威 你抽一隻馬 日本有曲的 可能是S-Ray 或者是A 或者是A-Plus 沒有這些東西 但DOOC沒有這些東西 隻馬有多少東西 你抽回來抽S-R Yes!很厲害 S-R很厲害 不准下場跑 是拿來陪跑 拿來配種 就是這樣 即是三隻立場跑 是他們配種之後 加上下一代 這個很有趣 就是他將課金影響到 你勁和肺的能力 壓低了一些 就是看你課不課金 但當然 你說UC、R、C等級數 實際上在香港是很難明白 因為為什麼呢 始終香港的賽制又不同 加上我也是說 香港當然沒有肉馬業 只有跑馬 肉馬業真的沒有 你香港大多數都沒有紅馬 十居其九都很黏 基本上馬那也很少 因為其實會很容易 在馬房影響到出現問題 亦都少馬那 所以你說 令到香港要去想 香港玩家去想 除非你玩得很久 日本賽賽賽馬遊戲 否則有時候 這件事 都對你玩手遊來說 挺頭痛的 所以我剛才開始之前跟你說 配種其實真的不急 可能要配十幾代 配一堆垃圾馬 才知道怎樣配種配得好 所以這個遊戲可能要慢慢練 但其實我又好像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玩到這麼久 因為其實我一直玩 我還會跑 很煩 因為我比較喜歡操練 但反而配種方面 我並不是很喜歡玩配種 但我想問 配種是不是每一隻都可以配得好 就是A 和 B A 和 C 和 D 配種有兩種 一就是你自己唸一對馬 即我唸了一隻熊馬 一隻刺馬 我可以交配 但可能是隨便我抽一隻 給錢 或者給PONG 抽一隻馬回來 那一次性打中 那當然就沒有了 但我想問有沒有機會是兩隻馬不給配 有 近親就不中交配 即是也是 因為其實真的 即是等於我 有一隻公子就拿了一隻馬 之後我的公子就跟他拿去 配分是不給配的 即是可能你生了一個女兒 然後這個女兒和你一個配就行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他自己養的馬又要 然後自己給錢給PONG 都要的 那你防止近親交配 如果好人會比較厲害 雖然實際上 如果大家有知道賽馬歷史 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役的 叫做糧血馬 其實純種馬 其實你當成純種馬 阿拉伯純種馬 其實都是由三隻的 元祖而起的 全部馬都是 你可以找回整個 那些Pedigree 我們叫Pedigree 都可以找回 但一定是找到這三個 但你說 夾後再反映太近 當然 當然 你說 現在你說這種玩法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始終是相似的 因為不然 每隻隻都可以配就不太好 有時候可能你第二段 第四段 第四段 或者第二段 第十段 也要的 因為有時候你保持著馬 不要用著它 所以有時候可能是這個情況 所以有馬玩得久就知道 當然 你說 Enjoy 我會覺得是Enjoy 玩Jockey 即是在騎士的過程 練馬方面 我覺得配點 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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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想你配 跑什麼馬總 你想居前 專門推他 開閘 你想爆他留學 就是人力 和突破 而且 為什麽我是有少許保留 始終他分別 只有幾個選 我會喜歡 譬如 為什麽我會有時候 純粹碰DOC 而不碰馬總 因為兩個各有一個優點 另外 Graphic 是有趣的 我會承認 其他一些 功能上都多 野食那裏 也挺有趣的 如果純粹看 但是我覺得 DOC 玩厭的程度 可能會慢些 但是 長期來說 我覺得 他有些東西 可以改良 會更加好些 始終怎樣說 始終你是第一身騎士 你純粹要靠你自己 他始終 有些 香港的罵名也很像 不過沒辦法 以日本的格局為主 你很難改為香港 好 希望大家喜歡 有什麽 可以繼續來我們兩邊的Facebook 一起留言 也好 告訴我們有什麽意見 或者教我們打這兩隻遊戲 大家分享一下 好 拜拜